做盐水猪肝 最怕又腥又柴又老 教您一招 随便做猪肝都很鲜嫩 大家好 我是大叔渭斗 今天我们做一个盐水猪肝 这样做出的猪肝 非常柔软 怎么掰也不会断 吃起来也特别的粉 关键在于对温度的把控 我们都知道猪肝的腥味特别重 而且血水特别多 浸泡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准备适量的猪肝 先把它们吸洗干净 再用清水把它们浸泡一下 如果单纯用水浸泡的话 就会比较费时 我们炒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盐 形成蛋盐水来浸泡猪肝 千分之有的浓度为最佳 方便的话 最好多换几十蛋盐水 浸泡的效果会更佳 大厨 这个要泡多久啊 赶时间咋办呢 这个浸泡的时间 至少两个小时左右 赶时间的话 还是选择直接焯水 但是有两点和普通焯水不一样 我们把猪肝直接放在锅里面 再炒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 水的量要完全没过猪肝 再加入一点冲断 一点姜片 以及多一点的黄酒 或者尿酒 切记一定要新开小火煮 煮到一半的时候 转中火 虽然费时一点 但是也能更好地去除血水 您看一下 血水会不断地 从猪肝的孔洞处渗出来 从而形成浮沫 这个需要时间 如果火太大的话 猪肝就会快速地变形凝固 腥味也会出不来 第二点就是 千万不能让锅中的水剧烈沸腾 我们也不需要撇出浮沫 因为剧烈的沸腾很容易让猪肝变老 当锅中出现大量的血沫的时候 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一旦锅的中心出现了轻微的冒泡 此时的温度大约在90度左右 可以再煮个十几秒 等水积沾沸腾的时候就关火 接着我们用漏勺 把猪肝全部都捞出来 先放在温水中浸泡一下 千万不能用冷水 以免猪肝发生热炸冷缩 从而变紧导致它的口感不粉 接着还是用流动温水 把猪肝清洗干净 因为焯水的做法 需要全程控制温度 就不如清水浸泡 那么简单 清洗干净后 还是放入温水中浸泡一下 盐水猪肝实际上属于清卤白卤 准备掰碎的八角三克 白胡椒粒三克 适量的小葱段 大葱片和姜片 这三种都是去腥之香的 用量自我调节 再准备适量的花椒干辣椒 和一根清洗干净的香菜 它们是选配 不喜欢可以不加 下一步我们朝砖猪肝的盘中 加入适量的盐 盐的用量和猪肝没有关系 而是看水的用量 一般而言一滴水 加5-7克盐 接着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 所有配料全部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一下 把盐化开 然后盖上保鲜膜 不喜欢保鲜膜 就倒入一个盖子 效果是差不多的 把它放入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 上汽后蒸25分钟 大厨为什么要蒸啊 直接水煮不行吗 直接煮当然可以 但是不如蒸的方式 对水温控制准确 蒸的话 水温会保持在 无限接近100度 猪肝的受热更加的均匀 不会像煮一样 锅中心会偏热 而且水不会沸腾 一定不会把猪肝煮老 等待的时间 我们做一个蘸水 准备几颗清洗干净的去皮大蒜 用研磨器磨成蒜蓉 全部磨好后 倒入一个碗中 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适量的切碎的椰山椒 然后浇上滚它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一克盐 一克糖 一勺半的生抽 一勺量的香醋 用勺子搅拌均匀后备用 好了时间到关火 先把保鲜膜给撕掉 再干成盖子焖一会儿 让猪肝可以更好的吸收味道 等它们自然冷却 放凉后 用筷子把猪肝夹出来 这个猪肝看上去就很嫩 最好用纯净水冲洗一下 再把它们放在一块干净的按板上 把手清洗干净 用干净的刀 把它们改成片 至于厚薄 看个人喜好 切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猪肝特别的粉 切起来特别轻松 全部切好后 把它们一片接一片的摆入盘中 摆翻整齐 围成一个圆圈 一道鲜肥软糯的 盐水猪肝就完成了 站着吃特别的香 我是大叔饿斗 我们下个视频见